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中国时报的部分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他15号这一天有说 华府没有也不会介入台湾明年的大选 同时呢强烈的希望这场选举不受到恫吓 胁迫或是干涉 呼吁各方要采取负责任的行为 好另外呢他也谈到美中之间的关系 伯恩斯直言两国是体制竞争对手 但是必须在双方利益一致的时候 保持交往接触 避免陷入冲突或者是战争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这是2024总统大选 进入最后倒数关头了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侯友移到了新北的板桥扫街 您可以看到展现出高人气 民众疯狂握手 而且他还跟大家自拍 至于民众党立委候选人蔡碧如在台中开讲 台中市长卢秀燕也来喊话 要换立委来揭发国家的三大弊案 当时呢就连前高雄市长韩国瑜都有来站台 他痛批民进党贪污腐败 喊话要恢复特征组专门办大关 选举倒数 选举倒数 16号晚上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来到板桥黄昏市场助选扫街 展现超高人气 端的路程走了近一小时 现场一度急报 偶有一次拍握手样样来 探上也送上包子酸苗等吉祥舞 支持者一路簇拥 狂喊冻蒜 展现本命区实力 画面转到台中 民众党立委候选人蔡碧如在庙国开讲 台中市长卢秀燕快闪站台 强调这次选举很重要 揭秘疫苗封锁 陆轩走后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也来站台 但现场却意外跳跌 还没开讲就发生差距 韩国瑜站出来力挺蔡碧如 也誓言要一起夺回海线 自从台中火力发电厂设立之后 大家都说我们现在这个空气越来越差 希望中火在2029年的时候 能够停止再烧煤炭 赶快捷运蓝线 直接打到台中港到雾七 大家说好不好 好 痛批民进党执政无法无天 韩国瑜要民众用选票赢回来 还喊话要恢复特征组专办大关 民进党贪污腐败这么严重 一定要坚持恢复特征组 院长总统副总统贪污 就是特征组来办 总统大选蓝白没合 但韩国瑜化身蓝银最强母鸡 在地方为小虾米站台展现超强气势 记长7号陈明轩听北台中报道 日本学者小丽媛星星 他初步整理一下五家的民调机构的数据 来审视12月的上半月的支持率的概况 好 当然他根据了这五家机构的平均数据 就发现赖清德的支持度来到了35.9% 侯友以30 柯文哲则是22.2% 相较同样的五间机构 在11月份下半个月的平均支持率 他认为蓝白和谈判破裂 三位候选正式登记之后已经过了三周 但是目前的选战依旧是呈现着 赖清德领先侯友以紧追在后 柯文哲略有下滑的胶着态势 好 继续来看到 这个选战进入最后倒数关头 但是检调单位竟然是在15号这一天大动作 因为约谈了台北市41位的里长 指出他们是在今年的6月份到12月份的期间 疑似接受大陆的招待 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 国民党立委参选 徐巧兴跟王宏威因此痛批 民进党见止侯友宜 动用司法介入大选 根本就是绿色恐怖 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吕锦茹 则表示了 民进党是在制造两岸紧张 刻意扮里长引发寒蝉效应 喊话希望能够停止这种丧心病狂的工作 早上到现在都没回家 会不会觉得委屈啊 没有什么委屈 强调不委屈 只想回家 温山区新家里里长刘宗勋 面露皮态走出北剑 对于被指控接受大陆落地招待 不愿多谈 台北地检署15号 兵分六路大动作约谈 台北市41位里长 怀疑他们在今年6月到12月期间 接受优惠价格到大陆旅游 回台后支持特定的政党护选人 违反反渗透法 这让徐晓星炮轰 根本是绿色恐怖 中间过程当中 都没有所谓的中共戒选的问题 但是就用罗织罪名的方式 欺负基层的里长 竟然有这样子的绿色恐怖 继续炒新 先前送20元的寿命 和4块的购物贷 选区里长遭到约谈 这次国家机器又来 就这么巧再过几天 23号后一 就要在台北市凯道办大行造势 根本就是我们的国家机器 跟我们的司法在介入选举 请问一下这么多的诈骗案 他不办 现在去大规模的去办里长 其实他所谓何来 当然是剑指侯友宜 剑指国民党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蓝营炮轰 民进党政府表面上说 要恢复两岸交流 实际上却是动用司法 恫吓里长 让台北市党部主委 红旅锦茹痛批 民进党就使台独组织 上心病狂 破坏两岸和平 第一个他就要制造纷乱 制造两岸关系的紧张 提高他的选票 第二个他就要让我们里长害怕 让大家引起寒冷效应 回国了2019年 当时民进党以人数优势 先强行通过国安无法修订 随后又以防范境外势力 渗透干预 提出了反渗透法 强度关山 当时就被国民党质疑 是新戒严法 果真在这次大选就出现 其实当初国安无法 在通过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在讲 这是新的绿色恐怖的出现 那谁在真正欺骗这个社会 不就是民进党吗 选择到时候 民进党把脑筋动到基层里长 遭批动用司法进入选举 在线绿色恐怖 建林铸方张书涵台北报道 好 当然其实 这个大家也观察到 民众党的柯文哲 他最近的民调长期 大约是在两成左右徘徊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 16号这天公布的最新 第91波的2024总统大选民调 这个赖销配的支持度 35.2% 国民党的侯康配 32.1% 民众党的柯营配 只剩下19.7%了 支持度不到两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柯文哲的前幕僚 吴静怡就有说 柯P现在是在 求一个韩国瑜的奇迹 Li看到是中国时报的社论 在今天特别提到了 老大哥借选 暴露的是民进党的愚蠢 当然呢 政府如果是把查会工作 无限的上纲 牺牲程序正义来打击一己 甚至营造出 抗中保台的选举气氛 那么从四年前的向心案 国安局法务部 都沦为假供蝶 王立强一案的推手 如果再度重蹈覆车的话 势必会危害到 台湾的民主体制 跟法治的公信力 这个是中国时报 在今天提到的社论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 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 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